给花友们不知不觉拍了3000个视频了 有个花友问到我松针土的事 松针土他说给月季家会不会什么酸性的得病菌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的 我跟大家说不论是什么样的土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怎么着呢 要发酵复仇 不能让它二次发酵 你像好多的时候 花友们也会看网上的一些段子 让你们去公园的那个表皮上挖一些土回来种花 其实那个是不理智的 你一定要完全发酵复仇啊 像以前的时候 前几年我们一起在圈里边聊天的时候就说这个话题 他们会用一口破铁锅去炒 就把那个土给稍微炒熟一下 因为里边有很多的虫卵啊 还有煤菌啊 炒熟一下 再去种还稍微好一些 要么呢就是好多的话 我怎么知道呢 拿个那种密封的塑料袋扔在那泡个两年 或者说要么就是他们收集了一大堆 用个油脂布给敷上 悟个几年 有个农村的养花的花肉就是 它那个 你知道它那个土垫子多高吗 就跟咱以前农村的那种柴火垫一样 那么高 它就那么堆着 一用用好几年 风吹雨淋的 时间长了 它就从底下掏着来掏着来 它那么一堆 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并不是说 你从山上搂了松针下来 你就种花 你这样种花的话 很容易就二次发酵了 这也喜欢长霉菌乱七八糟的 因为它里边有很多的营养 营养的植物又立马吸收不了 它就会被一些个菌来吸收 当一些个菌来吸收的分界的过程当中 有杂菌来入侵 它就会导致你的植物的病害了 简单的一盖它 什么松针主酸性了 这性那性的了 对于咱们养花的来说 你不论是再酸性的土 你浇两边自来水 它也变碱了 我们大棚里边养花 还会用净化过的水 不用太过于纠结 跟花儿门不止一次的说过 关于土这个事 要么你就是用沙子 要么你就是自己 汇时间的话你就偶点 你要想土省心你就买点 老花一的通路配方主 也不是说非得强着你买 你可以尝试一下 对吧 你要为了省钱 一样靠沙子 对吧 你要为了烤一点泥碳土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对吧 别的没啥事 就是说用松针土是可以 但是不要二次发酵 好吧 月极花呢 相对来说洗干 像一些个腐质土 适合种一些什么呢 锥子兰这些个 青兰琢莫丽 你像兰花 你在用松针 它就不恰当 因为它容易焖 对吧 它要用那种树皮颗粒 反正每个植物的特性不一样 养死的多了就会了 觉得不错 快点点个赞 加热红金的视频要内容 我知道花一 养花最软一 白了 嗨 嘿嘿 嘿嘿 嘿嘿